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天两点一线 在一种特定的规律中 为工作生活忙碌着 好 谢谢 来来来 这边酒我敬大家 感谢大家一直来的支持 谢谢 怎么了 今天机械怎么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我最近 总是很烦躁 胸口很闷 喘不上气来 有时还 有时会觉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属于城市职业病的一种现象 如果再不休息的话 会转换为校船 所以我建议你要不出去 走动走动 放松几天 武夷山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可以大口地吃着空气 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家 所以我经常会去放松几天 武夷山 武夷山我又来了 送给我最爱的瑶瑶 祝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王一车 自己走 哦 好的 哦 好的 王一车 自己走 哦 好的 王一车 你来了第二个情况 非常紧急 心力六十 学要八十 杨瑶 怎么会是你 你不会有事吧 我家卷与了 杨瑶 喂车 我曾經是一個醫生 沒有的意外身亡 對我的打擊很大 一下子 我的世界變成了灰色 我放棄了一生的工作 敢含做一個自由攝影師 只想用相機去捕捉 尋找那些會遺失的東西 我知道 自己得了是癌症 以後可能不會再愛上別的女孩了 現在大家已經享受到了 我們武漁山的最高的親福了 就是雲裡的時光有差的日子 正所謂一面放下萬般自在 一面放下萬般自在 剛才呢我們的牌呢 360度的旋轉哈 那這裡呢是讓大家感受一下 我們五顏禪詩中的意境了 那古代和尚說過一首詩 手把輕央擦滿天 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圍道 退步原來是向前 意思是說農夫在擦央的時候 邊擦邊退 那正因為他的退步呢 才是他工作中的前進了 所以不管我們做人做事都好 正所謂退一步海闊天空 中文字幕提供 好香啊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这是我们五一山的茶香味 姑娘是来这边旅游的吗 来喝一碗我们五一山的茶 好 谢谢 谢谢 大姐 这是你们自己种的茶吗 对 我们五一山家家做茶 家家卖茶 姑娘您喝出什么味道了吗 好像有点苦苦的 我们五一山的茶辛苦耗甜 待会儿您就能喝出什么味道了 真的吗 真的 那我可要多喝两碗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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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团友 前面这个呢 就是五一山的这个 玉女和这个大王的爱情故事 如果呢 你们真成的在下面呢 许许愿 愿望呢 一定能够实现 芗儿 二山坡 以后 您也是艺船 ま这个 itan 这不重心 喂 先生你好 我想请您帮我拍张照片 可以吗 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谢谢你 祝你玩得开心 小姐您好 就一位吗 是啊 目前已满桌 如果你愿意拼桌的话 我带你过去 可以啊 小姐您面请 怎么是你 太巧了 你也一个人 我能坐下吗 可以啊 请坐 谢谢 那请问两位吃点什么 你还没点菜啊 那这样吧 我来点 今天我请客 就当谢谢你帮我拍照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王王吧 你是做什么的 怎么也一个人来旅游 我是一名自由摄影师 经常出来拍一些照片 提供给网站 杂志 真好 一边工作一边旅游 有什么好的 一个人走陌生的路 看陌生的风景 听陌生的歌 你呢 医生说我得了城市职业病 建议我多休息 武夷山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我就会来走走 顺便给自己找找写作的灵感 哦 谢谢 多吃一点啊 这家菜很不错的 我以前来过 来 干杯 干杯 想想还是大学时候最快乐了 每天除了学习就是玩 无忧无虑的 是啊 那个时候 大家都有很大的抱负 当初呢 我还想当一名救世福山的医生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没想到你是个医生 我最近陪医生了 医生可以把好多人 从死亡线上救回来 我敬你 救世福山 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救不了 现在 竟然还有这么专情的男人 对不起 让你想起伤心事 如果他知道你这么伤心 我想他会不开心的 人死不能复生 你不要伤心 生活还要继续 你说呢 是啊 一年放下万般自在 不说了 说说你的吧 我没什么好说的 原来 只想好好工作 朝着自己的目标走 可是当我走近了 除了工作 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有 我身边的朋友 该结婚的都结婚了 而我呢 干嘛一直说这些呢 来 来 我敬你 我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要不明天我们一起结伴旅行怎么样 我拍照 你找协助灵干 好吧 看你也不像坏人 那就这么定了 为了我明天的旅程 跟杯 来 早啊 早啊 我们出发吧 好的 我们往那边走 好啊 我跟你说啊 那边的风景特别美 我每次来都会去呢 就是那里了 空气很好的 走吧 我们到了盐果花香 满油到了 哇 这边的空气有五颗星呢 我们走吧 妈妈你知道吗 吴医生的空气 可以大口大口地吃 空气还可以吃 对啊 你闭上眼睛 张开双腿 张大嘴巴 吸气 你看 你太坏了 你看这辆照片 成事 是 你看 有烛牌 偷袋 来,慢一点 陈师,你怎么了 陈师,你没事吧 来,我背你 你带药了吗 喂,陈师 你好点都没有 好多了 谢谢你 夕阳落得真快 是啊,很多东西都是因为短暂而显得珍贵 人人都说永远会很远 有时甚至短暂的连自己都看不见 就好像爱情了 或许吧 我觉得 在这么美的地方 不仅开心还让我遇到了你 如果再加上恋爱的感觉 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要不我们谈一场恋爱吧 你 不好意思再寻找灵感吧 我是认真的 你不会是想拒绝我吧 当然不是了 我以为我不会再爱了 但是当我遇见你之后 发现爱依然是那么的美好 现在我想把我的最爱送给你 好吗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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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